CBA球队中新疆队已经刚刚完成换帅工作,戈尔曾在广东队当过助教,接替李秋平当球队的教练,而现在自由身的李秋平很显然不适合当广东队的主教练, 前北京队的主教练米露勒也不适合,留给朱芳宇的可选择的人选不是很多,朱芳宇应请回球队的老熟人,另一位戈尔教练,米露勒虽然也是CBA的冠军教练,但他本人的脾气太过于火爆,他本人的战术体系太过于依靠外援在场上的发挥,那时他比较依靠马富里和莫里斯这两个强点,可以说他的战术风格不太适合广东队, 他本人选择留在北京队,当总教练的机会非常大,李群对广东队来说也是一个人选,但李群这几年一直在别的俱乐部当助理教练,他在执教过广东红远队后就没有当过一支球队的主教练,他当主教练也不太适合球队,他在广东队执教时没能率领球队拿到冠军, 他本人的战术也太过保守,那时的意见连已获得亚军的身份加入的NBA,李群不当同远主帅后,由李春江继续担当带领广东队,拿到了很多的冠军,朱峰宇英请另一位戈尔教练,他就是伊戈尔教练,熟悉篮球的人都知道在CBA中有两名戈尔教练,一个是新疆队刚刚签下的教练澳大利亚人戈尔, 另一位是曾担当过中国南南助教的伊戈尔,还好新疆队选择的是戈尔教练,而另一位能力更强的伊戈尔教练,有机会可以让朱峰宇去选择,一戈尔是广东队来说下赛最需要的一个主教练人选,他的能力不在李春江之下,他在国家队也当过多年的助教,他的能力不比北京队的雅尼斯差, 他在广东队层客串过军教练,带领球员们在比赛中都取得了胜利,他比杜峰更加会使用球员,他给球队带来的战术和改变都是最好的,他带队时把全队打造成了整体,完全是团队性的打法,不像老游那样只会让球员靠个人能力去担打,戈尔如今已对新疆队选走,朱峰宇首要任务,就是赶紧让老游离开球队,他不是和球队下赛季的需要,朱峰宇应, 请伊哥尔教练当球队的主教练,他的能力很强,最适合广东队。